Seyna也贊助了我们一台的50C 就是我们那时候在 除克多亚除克的时候 就是我们接下来呢 连到了外国人的 其他人的频道 就是大家都用频道一 一个可以通风的孔 它可以拉开之后 你骑车的时候 撞风的时候 都有比较好的一个通风性 那以这次的经验 我觉得呢 应该可以撑到零下 负一负二度吧 我觉得这几年 OpenStar在户具方面啊 可以说是 超过了D3O的一个设计 它会有更好的一个通风性 而且更柔软 哈啰 大家好 我是火阿罗 欢迎来到我们公路飘温 我们今天呢 想要来开箱一下 我们在北极圈这一趟旅行 所穿的各种的装备 如果呢 你未来也想要跟我一样呢 就是去一些 极端气候的地方旅行 不管是阿尔卑斯山 还是挪威的北极 或者是加拿大 我们这次走Dancer Highway 只要到很冷的地方 我觉得呢 今天的东西你都能看 那我先从简单的安全帽说起 这个安全帽 我就不花太多时间了 这个D8 大家 我也开箱开过 非常非常多的 最有感的几个点 就是这个下巴罩 你有没有看到我这下巴罩超级张 为什么 因为就是呢 我们一路啊 沙沉啊 在那边挥啊 说你要是没有这个下巴罩的话 你那个风沙 都会从底下这样子灌进来 那是一件对你的健康 其实就是不太好的事情 所以呢 一定要好好的注重你安全帽 气密性 像是我之前很常做的一个测试啊 就是说 我这边淋水 或这边淋水 它的那个风啊水啊 会不会那个就是直接从这样子穿过去 然后从这些缝隙穿过去 我觉得这个在极端气候的条件下 尤其是接近零度的状况下 在骑车的时候 这其实都是蛮致命的 那我这次呢 有贴一个就是这个外贴的一个剥水膜 它在一些下雨啊 或是虫湿的那种打在安全帽上的时候 它都会相对很好清 那这个部分呢 因为我选择我是变色的 我也开箱过 太阳很大的时候 它的就会变成深色 那对眼睛来说就会舒服很多 那这个剥水膜 这真心推荐 大家可以到我的卖场去购嘛 这一次呢 另外啊 我们就是SENA也赞助了 我们一台的50C 那这台50C呢 我觉得它是目前最好解决 多人对话收音的一个解决方案 它的相对来说是非常非常方便快速的 也是很简单 你只要按进去 它就主动会先进入频道一 有一个很有趣的点 就是我们那时候在图克多亚图克的时候 就是我们接下来呢 连到了外国人的 其他人的频道 就是大家都用频道一 我们就看到对象有两排摩托车奇怪 他说对对对是我们 然后我们就第一次打来个招呼 好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正题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次穿的这一套 OPISTAR是它Drystar的系列 其实它属于是冬季最顶级的一个ADD装 外套这一件 它的这个防水薄膜的Waterproof等级的话是8000mm水柱 它的防水的这个细数其实还蛮高的 我们就是一路有遇到下雨就不用怕直接就让它过去 那它这边呢有这一个漱口 袖子这边跟这个上臂这边都是可调的 腰这个地方它也是可以做你随着你的腰围去做调整 那这种ADD装的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就是有很多口袋 就是它这边有一个口袋可以放点东西 这边有一个口袋也可以放点东西 像我这趟就是放一些行动电源手机 我就是放在这两边胸口 所以只要拿会比较方便 然后这边也是有一个大型的这一个口袋 而且它这个口袋它设计很棒 直接这样子拉进去就是最好拉 你看它这边的 它这边的那个魔鬼章有做一个断点 所以你拉的时候你就是这样扯一下 它是戴着手套都非常好拉的 我觉得新摩托车的装备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 戴着手套好不好操作 这个是最关键的部分 它这边戴着手套可以拉可以拉 然后你看它所有的拉链头 都有做一个很大的这个拉片 那这些拉片呢 就是可以让你戴着手套的时候 也可以很轻松的摸到去操作这样子 背后呢也还有另外一个这个 但我不太建议这边放一些比较硬的东西 因为当你摔车的时候 它可能会造成你的脊椎会受伤 那这件装备呢 它在以外层来讲 我们再看一个东西就是 它这边会有一个可以通风的口 它可以拉开之后你骑车的时候 撞风的时候 让你的腋下这一边 那身体的侧面都比较好的一个通风性 我们最高大概起到了三十几度吧 最冷的时候掉到六度 那这样子的温差条件下 它这件衣服 我不加内力 我大概可以撑到六度左右 那如果我在通风口全开的条件下 以加拿大这边那个比较干热的气候来说 提到大概二十五度 我觉得算是舒适的天气 那超过二十八度我就觉得太热了 穿这件的话就稍微太热了一点 那它这边的地方 它这个脖子是这样子弄起来是高的 那好处是什么 就是对于一些蚊虫 它不会直接打到你的脖子 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里面 好那大家可以看到 那这个就是龟背的一个地方 那大家可以自己去选购 然后呢底下这一个拉链呢 是给那个防摔裤的一个连结做 就是比较搞刚一点的话 你就把它全部拉起来 那它就可以避免你摔车的时候 上半身的衣服被扯开这样子 然后啊这边大家可以看到 这旁边有两个红色的这一个拉链 它是干嘛的呢 跟你的防摔衣的内里的部分去做连结 你只要把它拉起来 它这边就可以去做一个连结 你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得到一个保暖性更高的 那以这次的经验我觉得呢 应该可以撑到零下-1-2度吧 我个人是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 那它这里面呢 也有几个口袋 像这边的话是一个不防水的一个口袋 你可以把一些东西 我可能会把我的护罩驾照 然后用一个夹链袋装好 然后放在这里面 因为比较不会被偷 那这边内侧的话 就会有一个防水的一个内侧的口袋 那这个内侧口袋呢 你就可以放一些手机啊 然后或者一些钱包啊 或是什么 你可能会比较频繁去拿 然后但是又希望它是有一个防水口袋的话 那就可以放在这里面 我觉得最棒的地方呢 它很用心的引进了亚洲版 169公分的蓝来说 亚洲版的确可以让我穿起来 不会就是户具不到位 那你如果是很多水货 它进的是什么 欧洲版世界版的那一种 那你可能穿起来 你就觉得靠 轴户具怎么在这边 这样子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这件的裤子 我们一样看一下外观 它的话这边是一个 蛮快速可以启动的一个口 那它这里面呢 一样是8000毫米水柱的一个防水等级 然后这边呢 它就是拉起来之后 然后做一个两段式的快口 以我的这样子的一个169公分 72公斤的人来说 你可以看到非常非常的合身 很棒 我觉得这个穿起来 你可以看到 就是从胯下这个地方 到我的腰 然后到我的大腿 超级合身 我觉得亚洲版就是棒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在旁边这边 跟它腋下一样 就是 是同一个系列的这种通风口 你可以把它拉开之后 在这边 你这样子扣起来 你这边就可以 在骑车的时候 随时维持你的大腿 到你的屁股这边的一个通风 然后呢 在这边就是另外一个口袋了 我感觉这个口袋是防碎的 可是实际上 它并没有标这个是Waterpool 个人认为 你不要把它当作防碎口袋来用 可是我觉得挡小雨是绝对没问题 好 那这边就可以拉起来 那好 这样可以放一只手机的深度 裤子有一个小小的缺点 就是它这个口袋 它这个口袋 这两边是缝死的 然后这底下 这样子可以撑开的 可是这口袋的口是缝死的 我戴了手套的时候 我会有护具 所以当我想要 伸进去的时候 这个护具就会卡到了 我觉得这个是 蛮大的一个缺点 我不太懂OPSTAR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设计 也许它的设计的目的是 希望说把口袋封住 让你在骑车的时候 不会说 变得宽松 掉下来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可是 我觉得在实际使用上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麻烦 因为我这边基本上 不太能够放那种 我骑车必须要随时拿的东西 好 然后再来 你看它就会有一个很复古的一个吊带了 那就避免说 你要是太胖 拉不高 或者是真的对你来说太瘦了 那这个个吊带 就可以维持住 你不会它边骑车边吊 再来呢 它这里面 是就是一个塑胶贴膜的一个 那个膝盖的这个部分 换句话说 我可以随时蹲下来 跪下来 在地上去修我的摩托车 去做其他的事情的处理 那它在 跨下这个一个空间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稍微网布的设计 我在骑摩托车的时候 我做一些活动的时候 它就是 有一些弹性的空间 不会让你觉得 胯下像穿牛仔裤那样子 很憋很该 在这件裤子 我觉得设计很棒的地方 就是这边 它的裤管 这边 那这个宽口的设计呢 你就可以把它这样子拉起来 因为车靴这边的话 通常都会做一些很厚重的保护 那这个宽口的设计 你就可以很轻松的 把你的裤管 盖在你的车靴上 穿这种ADV装 一定是裤管盖在车靴外面 为什么 因为你裤管盖在车靴里面的话 水就会进去 遇到下雨的话 水就进去 然后OpenStar这几年的护具 是让我觉得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它的护具呢 是一种 软性多孔形式 像蜂窝形式的那一种 我这样子说好了 前几年大家满风 所谓的 D3O 它是软的 然后有很好的一个活动性 可是呢 我用过OpenStar的护具之后 我甚至有觉得 靠D3O其实 没有那么舒服 我觉得这几年OpenStar在护具方面 可以说是超过了D3O的一个设计 因为它是那种蜂巢式的结构 所以它会有更好的一个通风性 而且更柔软 不管是轴还是肩 它的护具更没有存在感 我真的不觉得我的膝盖 是有被那种护具挡着的感觉 所以在护具上我觉得 这几年欧美的品牌 甚至已经超越了D3O 然后我们再来讲一下 我们这次带来就是北极测试的 就是大桥谢迈克 它引进的OpenStar的这个气囊以后 它充电一次大概可以用30个小时 然后呢 它只要你把拉链拉起来之后 上面的魔鬼毡只要一扣上 那三个灯都亮着的情况下 代表它现在是偵测运作的状态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不同风的一个气囊 可是呢 它已经就是在背部啊 然后还有就是表面的资料啊 它已经尽可能做到最大的通风 那最重要的腋下的部分 它还是有把通风做出来 所以呢 我会觉得在30度以内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然后背部呢 它也有就是附上一个硅甲 那充电的方式呢 它是用直锡的键做一个特规的充电 那当然这件气囊衣啊 你如果要搭配防摔衣穿的话 你必须要搭配OBISTA 它防摔衣上面会有标一个 TEC AIR READY的标记 因为它爆开的话会有一个就是充气的一个空间 那当然了我们这一次并没有实际的测试到就是摔车的状况 未来我相信呢 我以后还会出国进行这么多的旅行 这件气囊衣应该会是持续的带出国去穿着它 然后去测试它摔车的时候保护性的这一方面的性能到底如何 好那最后呢 我们再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鞋子 我们这次呢 CDI提供了顶级的ADV特学 你看它是属于高筒的这个设计 它这个防水的话是用GOTEX的这个技术 这趟虽然没有遇到什么疯狂大雨 可是呢 基本上还是有遇到一些小雨地湿的那种状况 它提供了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 而且我觉得很难得的是 做了一个通常是竞技车靴才会有的一个 这一个轴关节的这一个设计 那这个设计呢 可以让我在走路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 走路的时候 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这个活动性 我穿我的CLEAD的时候 我走路是这样走 因为我脚不太基本上不太能够折 然后呢 再来呢 它是也是一个戴着手套就可以操作的一个 快拆式的一个设计 然后这边呢 是用魔鬼沾 那我这边要小小抱怨一下 这一个魔鬼沾的设计 因为它这边这样子 有没有 会沾到自己的这一个活动的网布 这个我觉得是稍微可惜了一点 然后呢 它后面这一整块 是做一个弹性的一个布料设计 就算是小腿很粗的人 你也可以很轻松的穿进去 再加上那个弹性布料 你就可以有更好的 这个走路的活动性 我站在车上 坐越野车的骑行的时候 我还是呢 会有时候会需要打档 那这个时候 我的脚就要是 把脚尖下压 那这个时候 这双车靴 有没有良好的一个脚掌的活动性 它就很重要了 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地方 大家如果本身是玩ADV的人 真的可以考虑一下这双 那最后呢 再来讲一下就是Wazs 美国这个Fit这个品牌 狩猎户外用品的一个袜子 这双袜子不便宜 但是穿起来真的很棒 它是用的是一种 非常高级的一个羊毛的设计 第一个厚度算厚 所以你在冬天骑车的时候 有一个很好的保暖性 然后你看它做了一些特殊的编织 有非常好的通工性 我直接说好了 我穿了整天之后 它真的不会臭耶 你要不要我们看看 这双袜子我大概可以穿三天 它不会臭 然后呢 因为它够长 可以保护我的小腿 不会被这边就是磨到汽水泡 而且呢 你看它这边的脚这边 都有把它做收束 所以对你的足弓这边 都会有比较好的那种 那个收束感 好的袜子 我觉得其实是台湾的蛮忽略的 但是其实很重要 那我会觉得说 大家如果你穿车靴 会让你觉得车靴很不好走 很不舒服 甚至就是防水车靴会脚臭的话 考虑一下Fit他们家的袜子 回到台湾的话 我应该就是可能在买一个时装 他们的袜子吧 那这一次呢 就是我们这一趟在北极所使用的 这一些所有的装备的一个介绍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记得可以到我们底下的连结 做一个下单支持 那也谢谢大家的观看 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下分享 拜拜 拜拜